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来我们来谈一谈 全球现在那个 communicum很严重啊 现在不止十个国家而已 现在已经二十多个国家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来把口罩戴好 来先戴起来 老师也要戴口罩了 戴口罩实在很闷 对不对 像我每天工作这么多量 真的很闷 但是呢 台湾现在还好 但是问题是日本有啦 南韩一天五个 然后美国也有啦 哎呦恐怖啊 我们跟这邻近的国家 还有跟美国的关系这么密切 加拿大也有 笑不出来 真的 好 时中部长 来 呼吁你一下 赶快把国门守好 OK 好 谢谢 来我们来看一下 病毒光速传播 真的好快 前几天呢 前两天呢 还在五六个国家 七八个国家 一下子二十多个国家了 惨不惨啊 这个CODI-19的变种病毒真可怕 而且我告诉各位 现在除了非洲以外 南非以外 还不止这些 英国 德国 意大利 通通都有了 连比利时都封国了 好 我们要继续谈下去的问题是什么呢 到底有没有解药呢 现在他们说打了两针 无效耶 还是会染疫耶 这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还有人打三剂还染疫耶 头要爆炸了不是吗 对不对 然后呢超过二十个国家遭感染 疫苑几时入侵台湾 哎呦我不要疫苑 不疫苑 最好都不要来好可怕 对不对希望大家都平安 好我们来讲一下呢 病毒关速的传播呢 新变种病毒力呢 恐是第二他的500% 哎 这有没有根据啊 500个%啊 好可怕是不是真的啊 新闻讲的 新闻讲的 那如果是新闻讲的可能是 哎 有没有作假 会不会假新闻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新闻敢这样写的话 代表是他的传播力是非常之强大的 哎 如果是传播力百分之一百就很可怕 还百分之五百哦 不是五十哦 听清楚是五百这是新闻讲的 我们是搜寻到的新闻里面说的 所以呢 哎 不是海洋老师讲的 如果海洋老师讲是可能一千倍 哈哈哈哈 好啦 苦衷作乐一下 被世界卫生 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 真的 如果你被传染 你真的倒霉不是吗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高关处变易诸的 这个 Cominicon的新变种病毒 Ominicon 迅速向外扩散 各国政府如临大敌 打仗了 又要跟病毒打仗了 哎 你看哦 我一直在强调哦 我每一次在预言当中我就说 请大家务必在年底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这第六波的疫情绝对会是狂卷而来 你看 就像那个龙卷风一样 又来了 多可怕 而且席卷全球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的 我告诉各位 没那么简单的 现在呢 那个Delta病毒 在马来西亚 新加坡 每天都几千 几千人 然后呢 巴西一天死了几千人 你们要知道这些多严重的问题 现在南非境内几乎都百分之九十几 都是Ominicon 那多可怕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呢 被世卫组织列为高关注变异株的 这个病毒呢 卫福部我们台湾卫福部讲呢 他说Ominicon的传染力有可能是Delta的500% 哎呦 世中部长啊 你不能再去唱歌了 拜托一下 好好的把关一下了 真的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很紧张的 像隔壁的日本 跟我们关系友好关系的日本 南韩 都已经很多人染疫了 那美国我们每天进出的美国的人口很多 我要告诉各位 所以欧美的人口呢 跟我们的这个飞来飞去的人口数还蛮多的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小心 哎 那看来呢 这Christmas真的会泡汤呢 哎 我没有 不会 不会 最好不要泡汤 OK 好 我预言都不准 希望我的预言都不准 OK 好 不会泡汤 我想不会泡汤 他就泡汤 我就完蛋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所以呢 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呼吁指挥中心 赶快把7加7收回来 改回14加0 就是你一定要关14天 你不要7天加加7天 我告诉你7加7再不收回来的话 可怕真的也会沦陷哦 7天能验出什么 Diata都没有办法7天验得出来 你想想看 他会阳变阴 阴变阳哦 对不对 我们之前不是有很多都是7天 10天还在变阴 还在变阳呢 我们千万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呢 是什么呢 台湾啦 台湾的同胞们 台湾的所有的朋友们 我们的粉丝群们 你们赶快帮我传播出去 让他们也很清楚 其实你们看电视应该很清楚吧 现在呢 我们不是报新闻 我只要告诉大家 这个月呢 是庚子月 庚子月不要忘记 2020年是走到什么 子午冲啊 你看多严重啊 子午冲 那庚的话呢 甲乙丙丁雾己庚 还好呢 甲乙串 甲的露存呢 是会在呢 我们那个蔡总统的喉的位置 所以台湾真的还蛮幸运的 这个流年这样子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我说那颗露存心 可以消灾解恶化煞 对不对 我一直在强调这颗心 你们听了都很烦对不对 但是我再讲一次 这颗心如果入这个 我们的三方式政的时候 我们运气会比较好一点 你们应该很开心 不要嫌我烦 好 那如果你有学 紫薇斗树的人就知道 其实紫薇斗树算起来 比八字还要更精准 为什么 他至少有十二个工位 十二个月份 十二个生效 他们更精准 而且他的飞星转化呢 飞到哪个工位啊 或者有什么萨啦 陀螺啦 羊润星啦 或者呢三行星啊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对不对 所以这个算起命来呢 比那个八字还更精准 这样大家知道了 好 下次来开课 上次开过一堂课 我就没力气了 这样去真的 很累啊 教课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我以前教过很多学生也没有用 到现在还没有几个出席的 哈哈哈 好啦 开玩笑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呢 Ominico的可怕之处就是在于 感染及突破性的感染 就好像原来一把钥匙可以开门 他有一把钥匙可以开门 因为他会逃过人体的免疫系统 这很可怕哦 你的免疫系统跟他对抗哦 本来我们跟他入侵的时候 我们免疫系统会跟他对抗 他逃过哦 然后直接供肺哦 直接供到肺腑 那如果直接供到肺腑 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对不对 没有错 什么东西就好像那个指导黄鹏一样 那一根枪呢 就打到你的心脏来了 就这个意思 对不对 好像一根枪杆子呢 就对着你的心脏准备开战了 所以我们要不要很小心呢 因为他逃过你所有的免疫系统以后呢 他直接到你的肺部去了 那到肺部呢 他们检查出来说 一旦染疫的人呢 那个肺部开始变白 又开始 所以呢他职工肺部 我们要特别注意哦 好人多的地方少去 真的人多的地方少去 还有呢 进出国门的朋友们呢 你们要特别注意了 如果你的家人有从海外回来的 不管从哪里 尤其是非洲 南非 请拒绝跟他们见面吧 好不好 暂时不见面 暂时不见面哦 不会永久不见面 对不对 那见了面可能永久就不见面 为什么 染疫死掉不就永久不见面吗 对不对 见了面呢 可能永久不见面 不见面还不会永久不见面 对不对 所以要特别小心 这样讲很难听哦 但没办法的事情好不好 这保护你自己保护家人 还保护你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不是吗 是不是 为了保护所有周边 我们所有亲朋好友同学们 我们非得这样子哦 铁石欣赏一下 暂时不见面 那很方便啊 其实现在 你看啊 LINE啊 微信啊 都可以哦 还可以用视讯啊 不是很方便吗 对不对 其实也不一定要见面嘛 吃个饭 聊个天没什么意思啦 讲去这 你染个肺炎 染个这个重症回来不是更严重吗 所以请大家要特别小心哦 那另外的话呢 他说好像把钥匙可以开门 现在那把钥匙缺了三个角 大约还可以开 而缺了八个角的就有 就有点困难 但现在是缺了三十二个角 我的天呢 他有三十二个突变记忆 三十二个 呃 我那天看到新闻他们写说超过三十二个 应该会到三十五个 现在检查检验出来的话 应该还没有药可以抵制他 我们现在莫德纳 现在莫德纳说他这个叫做什么 生化大军 对 称他叫生化大军 你知道生化大军是什么意思 根本无药可依耶 莫德纳已经说了 说生化大军 想想看 如果他是一个生化武器 比生化武器还厉害的东西 你想想看我们怎么样幸免于难呢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这个呢 他说了 而缺了三十二个角的就是Ominicum 好 所以我们要看到这种情况的话 真的大家要特别小心 魔王病毒呢 已经在全球二十个国家地区 现中以色列更传出 有两位打过三剂BNT疫苗的医师 却双双确诊 Ominicum打了三剂BNT听清楚了 你们在下方留言 你打过两剂的BNT了吧 我们台湾现在BNT打两剂的很多 比较年轻一点的 也有打高端的 也有打那个 莫德纳都是比较年纪大的 还有那个 其他的都是打年纪比较大的 像是日本送给我们的疫苗啊 美国送给我们疫苗很多啊 都是我们都打年纪大一点的 打两针的人还是很多的 但是问题是打了三针BNT 还感染了以色列的医生 两个都感染了 所以从这里来看 他说呢 这个欧洲国家也担忧这个魔王变种 恐怕让疫情更加严重 英国已经放宽加强呢 加强剂的施打间隔 卫生大臣呢 也当场敦促记者呢 去接种中心补打第三剂疫苗 我们台湾现在呢 好像时中部长也在讲说 请我们要打第三针的疫苗 但是时间是不是要开放快一点呢 否则的话呢 我们疫苗的不足也很凄惨呢 对不对 万一席卷到台湾来 那不是很惨吗 好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 农历12月 大家要小心 如果11月能逃得过 12月恐怕逃不过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要先讲一件事情 比赛马斯回来的人很多 然后呢 元旦 开始从海外要回来过年的人很多 因为我们过年的这个元旦到过年大概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那很多工厂开始停工以后呢 比如说像是中国大陆的工厂停工 或者是欧美的工厂停工 他们一旦回来亚洲地区的工厂停工 日本的 南韩的 很多都在海外的那些停工以后回来台湾以后呢 你觉得我们七天能够抵挡得了这个 不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呢 卫生组织呢在呼吁说 一定要打第三针 除了打第三针以外呢 我们还特别加强呢 什么 国境的检测 国境的检测呢 他还会逃过免疫系统 有时候他连流感的感觉都没有 你就完蛋了 连流感的感觉都没有 流感还会 打喷嚏 还要发烧 他连流感感觉都没有 你看怎么办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这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你旁边的人是不是有染疫 你根本不知道 因为他连流感症状都没有 太可怕了吧 我们以前呢 所有的疫情呢 都知道这个人 他可能有状况 但是现在可能不知道隔壁的人 有没有状况 你身旁坐公车也没有状况 或者坐捷运的人 有没有状况 你在百贵公司里面 或者在餐厅吃饭 或者去看电影 甚至呢 你走在街道上 你都不知道旁边 跟你走过去这个人 或者跟你住职 讲话的人 有没有状况 我们完全在状况外 那这完蛋了不是吗 海洋老师不要吓我了 我自己都吓我自己 我讲最真的 我都觉得我自己吓我自己 但是我要告诉你 一定要吓你们 这真的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不是要吓你们 是大家都要小心 好 那我看一下呢 魔王变种 Ominico 是因为欧洲环球小姐选美 在以色列造成水星 只是现在呢 鎖国中的以色列 疫情越来越不乐观 好 鎖国还不乐观 你就知道那什么意思了 以色列打的针最多 而且他打的普及率最高 想想看啊 普及率这么高 居然没有办法控制的话 那还得了 那真的是大 超级大魔王 CNN的记者说 在以色列又多了两例Ominico变种 然后呢患者是两名医生 当然包括呢 社区传播确诊的病例 他在社区传播里面 他算是社区传播 所以在社区传播里面 如果多了两例的话 代表他社区传播已经开始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 以色列的感染呢 这两名的医生呢 他说其中一人 刚从伦敦参加会议反过 尽管呢离开伦敦 跟抵达以色列呢 PCR检测都是阴性 但回到工作岗位后呢 可能把病毒传给同事 更让人担心的是 这两位确诊医师 都接种过第三剂的BNT的疫苗 打了三剂还是确诊 所以这个大魔王 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目前全球共有了20个国家地区 已经出现了Ominicum的病例 欧洲各国高度警戒歇恩记者说呢 德国目前正遭受 自疫情大流行开始以来 最严重的疫情爆发 大部分后来 近家父病房的人 都是没有打疫苗的 来听清楚都是没有打疫苗 加到了重症病房 所以你们如果来我们台湾的同学同胞 我们的粉丝群们 如果你疫苗打的不够 请赶快去要求打疫苗 否则的话呢 重症患者全部都是在家父病房里面 全部都是完全没有打疫苗的 你赶快去打 包括我的小编们 我要求小编去打疫苗的资料给我看 否则不要来上班 来 那就不来上班咯 好 CNN记者说 德国目前正遭受自疫情大流行开始以来 最严重的疫情爆发 大部分后来近家父病房的人 都是没有打疫苗的 好 那你们可以打BNT不是 对不对 你们这种年纪可以打BNT 我才不要 BNT很多人去打了 都还OK 我要跟您打莫德 我想我得到超能力 没有啦 我跟你讲 BNT就很好了 讲句真的 这样BNT很多年轻人都打BNT 其实可以啦 因为全球都在打嘛 就不用太担心的事情嘛 好啊 对不对 就去打BNT乖乖听话 OK 好 来 不止德国呢 忽然出现自4月以来呢 单日死亡新高呢 法国过去24小时 新增了4万期间率的确诊 也剩下4月以来最新高的记录 荷兰的状况更是不乐观 今天主播说 荷兰一周新增确诊素 创新纪录以后呢 极力提供更多可用的ICU病房 哇 惨了耶 那到时候医生量能又不够了 然后医药量能也不够 然后呢 所有的病床可能也会缺乏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呢 至于英国已经放宽第三剂的接种间隔 希望数百万英国人能够提前接种加强剂 好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说 英国的卫生大臣呢 Vis记者说呢 你要去吗 你要跟我一起去吗 走吧 我陪你进去 我们开始做吧 我准备好了呢 受访碰到还没有打 加长剂的记者 英国卫生大臣立刻带着他 到接种中心打疫苗 我们这个病毒呢 成为全球的新威胁 欧洲国家呢 正经风神经 就怕封城悲剧重演 好如果一旦封城的话呢 这个经济就垮了 我要告诉大家 全球的经济一定垮到死 贪死在那儿 你想想看 有多可怕的一件事情 好我要告诉各位的 美国这两天的股市都很不稳定了 非常不稳定 所以你不要以为 在台湾能够幸免于难 好请大家务必要小心 另外的话呢 如果你现在在投资上面 有很大把大把的 都是在股市里面的钱的话 还是去跟营养贷款来借 还是融资的 你们都要非常谨慎的 我告诉各位 美国一旦大爆发的话 那个一定是熔断 肯定要熔断的 上次你不要忘记了 CODI-19 一天熔断五次 对不对 好那你们要不要把这个 命根子先留着的一些钱 对那是我们的命根子 对不对 那不是讲男人那个命根子 是讲我们的钱 钱是命根子 我很可怕 没有钱真的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好所以呢 也希望大家 好好的来努力一番 我们一定要做好防疫工作 虽然我不是防疫大神 但是我一定要尽一份心力 我要尽一份心力 希望大家把口罩戴好戴满 然后口罩不要乱丢 拜托大家 真的 你们戴的口罩 要换口罩 请你们 用那个袋子装一装 放到垃圾桶里面 把袋子剪掉好不好 不要整个就这样丢掉 那你的包包里面 最好放一个塑胶袋 你如果不想戴的时候 你就把它放在塑胶袋里面 这样可以呢 不受到很多的感染 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 加强防范好不好 全球的粉丝 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 你住在哪个国家 你现在碰到什么样的困境 都可以告诉我们 好不好 我相信很多人 我们的粉丝全球都有 遍布全球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了 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 好不好 告诉我你的国家是什么 然后你们现在碰到困境是什么 你们的经济如何 都可以讲 好不好 大家都可以留言 我会花时间来看一下 那这集节目呢 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台湾可能很难幸免于难 就是农历的12月 所以不要太高兴 来我告诉大家 庚 庚子月过后呢 庚新 新丑月 新丑月呢 是什么 双化季重叠 跟流年太岁重叠 所以你觉得我们能幸免于难吗 还有7加7 赶快拿掉吧 好不好 市中部长啊 真的要再次呼吁你啊 7天不行啊 10天也不行啊 一定要住满14天啊 真的 否则的话 这波疫情来 来势汹汹啊 不得了的啊 台湾绝对不能失手啊 我们台湾它跟日本一样 比较好控管 因为都是海岛型国家 菲律宾也是海岛型国家 对 那你一定要飞机入境嘛 那如果我们的禁款 是不是好的话呢 就会比较减少 你不像是马来西亚跟新加坡 他们有 哎 过一个关就到了新加坡了耶 你们去过马来西亚跟新加坡 就过关就到了 那印度跟中国也是一样啊 就这样子啊 边境啊 很多国家都有边境啊 不是吗 要不然美国为什么要跟 跟墨西哥组一个长城呢 是不是 就是他们都有边境嘛 那我们台湾没有嘛 日本没有 那日本现在也沦陷啊 对不对 菲律宾呢 我还没有查到菲律宾 我们要再查一下 菲律宾也沦陷的话就查了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分享 你们尽量在下方留言 好不好 海洋老师的预言是 希望 我只希望不要进来 我只能希望 然后12月我们很难幸运 农历12月 如果7加7没有改的话 真的 如果你们有听到我的预言 不要忘记 海洋老师在之前一直在告诉大家 警告大家 农历的十一二月 绝对不是好月份 希望大家继续教训 好不好 谢谢大家咯 好 我想呢今天跟大家讲解到这里的话呢 你们应该很清楚我的心情 这讲下去我眼泪也会掉下来不行 不太好 这个我还是很担心 我们台湾如果真的报疫情的话 又像上次那样三级警戒 啥事都不用干了 啥事都不用做了 你说过年怎么过呢 对不对 大家又没饭吃了嘛 公司又要倒了嘛 电影又收了嘛 惨啊 对不对 只能惨自形容 好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分享 然后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好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好 下面就不用解释了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在今天集完 一集完 还真是杀的 韩 唯一 咯 咯 嗡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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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